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挺想问一下你小伙子 为什么会戴一个口罩上台 因为在我的面貌有巴含烧伤 我是因为戴个面罩上来 就是为了尊重各位老师观众吧 你是曾经在一次事故当中面部受伤了 对 我当时在我们陕西西安 当时是什么情况 你在做什么 我当时是在从事餐饮行业 我下班之后呢 失火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住的地方 大概晚上有十一点多左右了 我都已经睡觉了 就忽然之间 听讲有很多人在大声地呼喊 就是救火 失火 救命 当时呢我听的就是 至于生命的呼唤嘛 就是不能拒绝 然后呢我什么也没有多想 就是冲进去 失火现场情况复杂 而且现场还有煤气罐 如果扑灭不及时 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引荐行不顾自身安危 两次进行扑救 火室已经从那个窗户 有一个窗户 刚好那个窗户呢 就在那个楼梯道那 上下的人呢 都要必经之路 他都要走那个楼梯道 所以把上是上不来 下是下不来 把那个楼梯道给封死了 那个火动窗户 然后就蔓延上去了 当时看那个比较危险 我是经过两次 冲进去的大火当中 把火最终扑灭了 他是设计救人嘛 不过自己生命 扑到火里面救了13个人 然后我自己就感觉到 自己伤得很重 然后我就喊嘛 我说我受伤了 然后我就是楼上去 下了一些几个人吧 赶忙把我往医院送嘛 昏迷了 在这有半个多月 你还记得你醒过来的时候 别人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吗 他说第一句话 他说你很英勇 他说我很英勇 然后就说 这是谁啊 是我的一个朋友吧 他说你知道吗 你把这张火火扑灭了 然后呢使得十几个人的生命 倒住了逃生了 然后在那瞬间 我说原来我做了一件 心目去做了一件 这样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还是很担心自己的面貌的 嗯 我只看到自己腿上啊 那个肚子上 裹满全是纱布 全是纱布 我看到自己身上就很难受 很心疼他 感觉很心酸 很心疼他 觉得他真的挺勇敢 挺了不起的 我问很多 包括我爸妈 我问朋友 我说我的面部 严不严重啊 有没有受伤啊 他们说你的面部 根本就没有受伤 你当时看到那个倒影的时候 什么感觉啊 被他 自己的容貌吓到他了 他的心已经跌了嘀咕 哎呀 之前嘛 我抱着还有很大希望 甚至他一下子 就感觉到我说 面目全非的这样一样面貌 我就 那个心一下子 就跌了那个嘀咕里面了 就感觉这下就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那天早上开始 那天早上我连饭都没吃 我当时我也不想跟家人 就太过多的语言去交流 我就把我自己 关在我另外的一个房间里 饭也不吃 话也不想说 心里很烦躁 这以后怎么 就不要说去 不要说是怎么 我以后怎么工作了什么 就连自己生存都是个问题 生活都是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